昨天是诺曼蒂登陆70周年纪念日 接下来我们将一系列的新闻带您一起关心 1944年的诺曼蒂登陆战 16万盟军部队跨越英吉利海峡 从莫难地五处海滩登上欧洲大陆 从西线打击纳粹法西斯德国 推进了二战胜利的进程 被称为改变历史的一天 周五法国各地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各国政要和老兵一起共同回顾历史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 周五来到诺曼蒂海滩 向70年前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竞见花环 海滩墓地肃穆庄严 生生礼炮振振军越 传递无限心念 70年前的今天 美英加盟军的16万士兵从这里登陆 开辟欧洲西线战场打击纳粹德国 数万名士兵在这次战役中捐躯 法国军队也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 追思在历史上永远发光的这一天 法国军军在空中 用烟雾排出法国国旗徒刑 当天法国卡昂也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 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兵 70年后成心相聚在这里 不相问候 讲述着那段难忘的故事 法国民众表示不忘历史 因为一些人让我们给予死的 我们必须想想想象 这是一种曾经记事 我想记得年轻 затем 处于出发 什么发生 有什么发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纪念仪式 并向纪念碑献花环 英国王子查尔斯 英国首相卡梅伦 参加八约圣母大教堂的纪念仪式 在纪念仪式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首次碰面 法国官员表示 他们商讨了乌克兰停火协议 诺曼底登陆70周年 西方国家用最隆重的仪式 向当年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的各国将士们 表达崇高的致敬与感谢 新唐人记者一文综合报导